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往别的车厢外移动 恰好经过我 眼神清澈 衣衫干净 散发着薰衣草的清香 地铁运行到下一站 你应该下车了 我居然有种莫名其妙的失落 我在心里失效 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五秒钟的恋爱吧 谁能想到 后来到了终点站 走出车厢的时候 我一眼在人群中看到正随着人流 鱼贯而出的你 好感倍增 原来你说的下一站就下车 是为了让那个被让坐的老人家安心呀 善良而且善解人意的你 从此我每天上下班都坐地铁 怀揣着一个秘密 遇到老弱病残孕 我也会让坐 说来可笑 居然是为了一个陌生人 我想 那样的你 如果恰巧在同一班地铁里 也会注意到和你一样 愿意散发一点温暖 给周围的我吧 很可惜 我再也没有碰到你 后来 单位搬到了新区 没有地铁 一个周末 老爸带我去选车 我没想到 会在4S店和你遇见了 你也在选车 我同你 同时看好了同一款车 车行只有一辆限车 你理所应当地说 那必须女士优先吧 我确之不公 车行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 让我砸了彩蛋 居然砸出了所有彩蛋里最大的一个奖 某著名品牌的体恤刀 大家都为我鼓掌 我也是大家之一 一个真心为别人的快乐而不舍掌声的人 真帅 于是我鼓足勇气把剃须刀当众送给了你 谢谢你的谦 你很难为情地表示 但是这个礼物有点贵重 总之 总之我们再一次擦肩而过 有一段时间 我独立带团队做项目 每天都在加班 结果生物中 温乱了 人一下子胖了八斤 为了减肥 我每天早晨上班 不再开车 而是时间充足时就跑着去 时间紧张时就骑共享单车去上班 从我家到单位 要经过一个人工湖 我每次跑到人工湖的时候 都会坐在路边的长椅上休息一会儿 结果有一天 我正在休息的时候 接到单位打来的电话 让我务必十分钟内赶到单位 处理一件急事 我慌忙起身打车 可是正赶上早高峰的时段 哪里打得到车呢 而老板的电话 每一分钟就打来一次 问我到哪里了 站在路边的我 频频着手 希望哪个好心的司机可以看到给我拼个单 大概过了十分钟吧 一辆车停在我的面前 司机摇开车窗 我整个人都觉得自己出幻觉了 居然是你 你没问我去哪儿 想必我的表情已经出卖了我的焦急 你只是微笑着说 上车吧 直到我真的坐进那辆与我同款的车里 都觉得自己在做梦 得知我着急赶到公司 你稳稳地在前面一个红绿灯的地方右拐了 驶入一条我完全陌生的小路 然后穿行两个小区 九分钟后把我送到了单位门口 那么着急的状况下 你的车速不慢 但是远远地看到行人 无论他是否走人行横道 你都会提前减速 礼让 你的心态太稳了 稳到我突然觉得 就算晚一会儿到单位 又怎么样呢 天不会塌的 所以到了单位门口 我说了好多个谢谢 并且鼓足勇气 主动加了你的微信 表示有时间请你吃饭答谢 你说顺路的事 不至于这么千恩万谢的 你指着办公大楼说 我在这栋楼的27层办公 有时间约着一起喝咖啡 那一刻 我真觉得自己被月老点名 缘分这种事情 砸在自己头上了 那天早上 我在单位被领导 劈头盖脸地批评了很久 他觉得项目进展慢 团队不够努力 如果是平时 我一定会聚礼力争的 但在那天 我心里装着喜悦 不想与任何人发生任何争执 所以任由领导把一堆意见砸过来 依然一脸微笑 心里不断地跟自己说 有则改之 无则加免 幸福的人不计较 谁知道 领导批评够了之后 话锋一转 鉴于你和你的团队 做事踏实 抗压能力强 公司决定 把新项目交给你们来做 我捂着心脏 老板 你这么欲扬先逸 我真的很容易心梗的 领导哈哈大笑 小梁 从前没发现 你这么幽默呢 我如实作答 我也是从今天早晨 才开始学会开玩笑的 从老板办公室 回自己公位的路上 我满脑子 都在措辞如何感谢你 真心觉得 每次遇到你 自己好像都会有好运气 我万分激动地 点开你的朋友圈 想从侧面了解你 但很可惜 你从来不发朋友圈 头像也只是一张 长河落日的风景画 网民更是简约 罗章 但我依然觉得 我们之间 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我不仅加了你的微信 还知道了你的名字 第一次约会 是我主动邀请的 就在单位楼下的咖啡店 咖啡前所未有的好喝 话题也很投机 你见我的目光 清扫了一下 灵桌点的蛋糕 就起身帮我点了一个 我指了指自己 我在减肥呢 你没说猪如你也不胖之类的话 而是说 没事 一会咱们一起爬楼梯 把它消耗掉 我每次不小心吃多了 就这么干 这也太懂我了吧 吃饱喝足之后 你就真的陪我爬了楼梯 我们公司在十九楼 我人生中第一次觉得 上个十九楼 也不是什么费劲的事情 而且怎么这么快就爬到了呢 跟你说再见的时候 我心里突然有一种 强烈的不舍 这种不舍让我脸红 我迅速地跟你道了别 生怕下一秒 自己就会脱口而出 罗章 你有女朋友吗 在后来 我很久没有碰到罗章 但每一天 我都做着和你 像第一次见面的那种 不期而遇的准备 积极地健身 认真地化妆 保持微笑 力所能及地帮助一下别人 那时 每天都会对自己说 希望 不管何时何处遇到她 自己都能呈现出一种 健康乐观善良的常态 可是一天天过去了 那种接二连三 偶遇的事情 没在我们之间再发生了 我曾经在早晨上班的路上 留脸 在早晨的电梯门口 错过一次又一次的电梯 但是 都没有看到你的身影 缘分 不会反复地眷顾我 我为自己 当初不够勇敢和八卦 而后悔了一次又一次 这时候呢 父母呢 已经开始为我的终身大事着急了 老妈曾经几次提出相亲的事情 我都已暂时没那个心情拒绝了 那天吃晚饭的时候 老妈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把一个男孩的照片 怼到我的眼前 我扭过头去 不想叹 但眼睛的余光 却扫到一个熟悉的眉眼 我抢过妈妈的手机 那个人真的是罗张 老妈见我这个表现 赶紧介绍 这是你余姨 也就是我妈的闺蜜 同事家的孩子 身高一米八二 一本毕业 工作和收入都不错 爸爸是公务员 妈妈是会计 家风纯正 知根知底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 男孩的工作 每半年就会换一个城市 终于知道 你为什么失联了 但那一刻 我还是谢天谢地 缘分并没有在我们之间 凭空消失 兜兜转转 你居然以这样的方式 重新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这一次 我想抓住机会 相亲那天 罗张是跟着余姨来的 我则是由我妈陪同 可想而知 看到我后 罗张有多吃惊 当然我没看错 那吃惊的尾调 还有惊喜 看得出来 你对我 也是有些许感觉的 于是我朝你 做了一个虚的动作 用眼神 制止了 你想跟我寒暄的举动 四个人落座 于姨热情地 给我俩做着介绍 于姨尽数着我和罗张 各自的优点 极尽撮合职能事 后来 于姨终于结束了她的开场白 表示她和我妈先撤 把时间空间留给我们两个人 我笑着 让于姨和老妈等等 我说 于姨 其实罗张还很热心 坐地铁会让座 而且为了不让对方不自在 她会在让座后 离开原来的车厢 这时候 于姨 我妈 还有罗张 都警戴了 还有 她不会虚伪地 对有些微胖的女孩说 你不怕 只会在请她吃了美味的蛋糕后 陪她爬楼梯 总之 我认识罗张很久了 一见钟情 如果她没意见 我完全同意 跟她继续交往下去 很认真的 以结婚为目的的 那种交往 那是我这辈子 最勇敢的一次 主动出击 我深知命运之神 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光临 我要识得天机 懂得当机立断 而人生呢 还有彩蛋 后来罗张成了我的老公 我们确定关系 准备谈婚论嫁的时候 双方父母见面了 结果准婆婆一看到我妈 两个人顿时炸锅了 手牵在一起 大呼啸叫 原来呀 29年前 婆婆和我妈先后生产 住在同一间病房 我比罗张早出生三天 婆婆是后来住进妈妈 所在病房的 产后的妈妈热心地指导 婆婆各种注意事项 两人集齐投缘 相识恨晚 婆婆曾经抱过我 还跟我妈开玩笑说 女大三 宝金砖 没准将来这丫头 会是我的儿媳妇呢 我妈当时笑得喝不拢嘴 说她第一次知道 大三天 也可以是小金砖 后来 两人先后出院了 在那个电话 还没有走进千家万户的 1992年 至此失联了 谁能想到 29年之后 当年的一句玩笑成了现实 而曾经 共住过一间产房的我和罗张 会从此共同生活在 同一个屋檐下 8月12号 是我和罗张结婚的 三周年纪念日 三年里 我们虽然聚少离多 但是每天都会共享彼此的生活 常常发生那种同时给对方发日出 美食 加班夜景视频的事情 不久前 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还不等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罗张 他倒是先来电话了 说他梦到我怀孕了 他说他给另外一家公司投了简历 虽然收入会比现在的公司少一些 但至少不用像现在这样 每半年更换一个城市 不必再聚少离多了 他问我 不会怪我 先斩后奏吧 我说 怎么会呢 我不会 你的娃也不会 我们都迫切地期待和你朝朝暮暮 罗张原地起跳 老婆 你怀孕了 我真的要当爹了 你快敲敲手机屏 告诉我 不是在做梦吧 其实我慢慢了解 这世界上所谓的心有灵犀 不过是多了那么一点关心和关注 对方感兴趣的 你努力去了解 对方热爱的 你也尽力去喜欢 那些无需多言的默契背后 其实是我愿意去了解之后的懂得 这几天 我和罗张有时间就去帮公婆收拾东西 他们要搬进新家了 在罗张曾经生活过的房间里 我们找到了许多他童年的旧物 他人生中的第一个随身听 他童年时读的连环画 爸爸为他手作的弹弓 那个让他赢了整条街的铁袋 也就是铁的玻璃球 他们都属于上个世纪了 看着这些旧物 我仿佛和罗张一起穿越回那个曾经天真无忧的童年时光 罗张问我 你猜 这所有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旧物里 我最喜欢哪一个呢 我一一指下去 他都摇头 然后笑着看我 傻瓜 是一九九二年出生的你呀 天哪 这猝不及防的狗粮啊 吼到我了 我希望 那些还相信爱情的人 坐地铁的时候 若体力允许 那就给老弱病残孕 让个坐吧 若力所能及 就举手之劳地帮助一下需要帮助的人吧 还有 每天都带着去约会的心情出门 化好看的妆 穿干净得体的衣服 带着由内而外的微笑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谁会在下一秒 在街道的某一个拐角处 或在人潮汹涌之中 用三秒的时间 爱上你的教养 缘分这件事 三分靠天意 七分靠争取 你自己 其实就是 自己最好的月老 小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